漂亮吗 漂亮 我买了 你买不起小姐 我赢钱了 那你也买不起 你要想买呀 我告诉你正经 宋小姐 今天咱们就吃一顿正经八本韩国菜 好不好 你看看这个有没有 这叫水白菜 这是牛肉 你再调这个 朝鲜风味辣白菜 还有这个 辣椒虾仁 你尝尝 绝对好吃 请我吃那么多辣的 韩国这地方它不上火 来来来 吃吃 尝尝 真好吃 怎么样 没骗你吧 夏先生 你刚才跟我说的事吧 我也觉得挺好的 但是 万一又是被我们老板发现了 炒我鱿鱼怎么办 这傻丫头 一干一次 比你在旅行社干一年挣的还多呢 这都什么年月儿了 开放搞活动作 想开点 有钱挣啊 你还管他干什么呢 是不是 对啊 你说的语道理 这样吧 把你的地址给我 这就对了 小老板 你还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要是我的客户 上你那里去 你可千万别让他们知道 咱们俩认识啊 小事 没问题 一言为定了 来来来 喝喝茶 好吧 咱干了 来 我喝一口 你干了 好 好 行 都是自己人 大家可都别客气 随意 可以开始了 接牌仪式 现在开始 请郑市长讲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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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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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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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咱俩那边 来 先生 您请坐 先生 您贵姓 姓王 您抽烟 给您点上 您做哪行 我是高投资的 我在国外有个基金会 那基金会的规模是不是特大 也不算太大了 也就五六个亿吧 五六 五六个人民币 那能改一国贸大厦了吧 老爹 你有没有搞错 我是说五亿美金 美刀 我可真是有眼无珠了 您别见怪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有这么多钱的人 真 先生 我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钱 我是说 我说没有人见过那么多钱 那是 钱乃身外之物了 不提的了 每年我在拉茨维嘎斯 一输就是上百万了 小意思 图个痛快 是吧 王院长 其实我们这儿也有这个 最欢迎的就是像您这样的朋友了 有钱的人很多 像刚才那个孙小姐 那是系旅游局的公关 跟她打交道的人 那都是商议的大户 孙小姐 对啊 王院长 您先坐会儿 我马上回来 孙小姐 这些都归你了 干什么 我跟王院长得特投机 现在你们两个成朋友 真的 我去看看 那行 咱进去 您请 哎呀 汪先生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我找了你好半天了 汪先生 您是不是手痒痒了 哎呀 我呢 小的时候啊 就玩这个了 哦 汪先生是擅长的麻将 哎 现在不玩了 我现在喜欢更简单的了 哦 我知道 扑克牌 太好了 哎 跟您说啊 我们这俱乐部里头玩纸牌的呀 那是特别多 高手如云哪 到时候呢 您肯定会遇上对手 老板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要托他下水吧 哎 哎 他可是我的客户啊 不是 我现在啊 正跟这汪先生 谈着加入俱乐部的事呢 俱乐部 俱乐部 什么俱乐部 是不是骗人的啊 没没没没 没有 我怎么会骗人呢 啊 到时候啊 你们看啊 我不参与 我就介绍你们认识 那有没有介绍费啊 那有没有介绍费啊 这 当然啦 有一点 这这点有点没钱 谁干事啊 哎 汪先生也是我介绍来的 我怎么没有介绍费啊 嘿 在俱乐部里啊 只要是您介绍的客户 不论他是输了还是赢 都是有你的提成 不会亏了您 怎么提成 有多少 啊 凡是您介绍来的客户啊 无论是输还是赢 都必须给您孙小姐 百分之十的提成 哎呀 才百分之十啊 不少了 太少了 不稀罕 嘿 小姐 您还嫌赚得不够啊 我跟您说啊 我们这这每天都是 百万以上的收入 那不就是赌博了吗 不不不 我们这个叫高尚娱乐 啊 小姐 你别问那么多 到时候啊 你就收钱吧 老板再见啊 哎 哎 来 孙小姐 多谢你啊 送给我的啊 希望您随随来玩啊 嘿嘿 那这样吧 我来的时候找你就行了 拿着 也好 也好 那 对了 王爷爷再见啊 再见了 回头给你打电话 好啊 回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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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呢 哈哈哈 戏言完了 我就让他走了 进行的还顺利吧 这么说吧 今天基本上算是顺利 方子 今天够漂亮了 没想到啊 周方整个是一个卧底啊 魅力十足 而且还挺性感 好了 说正经的吧 你肯定他们一定会出现吗 嗯 我想会的 那个庄家很有可能出现 那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执行下去 嗯 他们的庄家一旦出现 你就立即发出信号 我们争取里营外合 让他们一个都不能漏啊 好的 没问题 汪队 我先回去 向孟杰和田区汇报一下 马上部署下去 嗯 局里对这次地下赌场非常重视 据上面说 地下赌场很有可能 有敏感的人物 千万不要出差错了 行 到期了 哦 对了 你得 保证一下小丫头的安全 关照一下啊 哎 现在不是我关照他了 是老贾要关照他啊 哈哈哈 你又来了 哎 好了 你们要多加小心 我先走了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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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队 我求求你了 这辆车千万别过弄坏了 我赔不起啊 这可是我从一个老总那里借来的 嗯 要是碰坏了 我可赔不起啊 哎 求求你了 方子 求求你了啊 你啊 就放心了啊 这车呢我还没有做够啊 走吧 走吧 嗯 是啊 人都到齐了没有 到齐了 到齐了 把所有的手机 都放到我这儿 快点 快 是 动作快点 快一点 快点 好了 上车 是 快快快 快点 跟着 跟着 动作快 快 动作快点 快 快点 走 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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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 你说他会打电话给我们吗 我想他应该会吧 来电话了 喂 喂 是孙小姐吗 啊 蒋先生好 啊 你们在哪呢 啊 我们在国贸这边呢 哦 嗯 那你们今天过不过来啊 今天 今天就算了 我们还要办点事 要办事啊 那谁呢 汪先生 他有时间吗 你等一下啊 我问一下汪先生 汪先生我们去玩吗 去玩一玩啦 没有关系啊 汪先生说可以 那我们怎么见面 啊 你开车到北关环岛 那有人接你们 好的 一会儿见 好 汪文 今天赌局设在北关附近 到时候有人来接我们 好 咱们走 好吧 通知江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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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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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板,你请吧 要不要先验验牌 来人 不用了,可以发牌了 请吧 你是客人 应该你先请 一样的了 哇 黄老板,今天手气不错呀 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小意思 真了 谢谢了 注意那个新高的 可以吧 刚才我们玩牌的时候 他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应该才是真正的老板 准确 一会行动的时候 把老高和我一起放了吧 我跟他一起走 把那个幕后的老板抓 拿出来 汪老板 他们不行啊 五分钟啊 我就赢五万了 是吗 那我可以说股了 汪先生 高手啊 果然是高手 名不虚传的 这个地方很好玩了 跟我们差不多了 小意思呀 今儿晚上请宵夜啊 听得了 没有问题啊 你讲地方啊 夏老板 四小姐 怎么着 怎么样 我带来的客人不错吧 赢了吧 赢什么钱呢 老高是只老狐狸 把我的介绍费都赢走了 当老板的嘛 自然都有两手啊 大叔 对不起 小姐是第一次来这吧 是啊 这里特别好玩 以后啊 爽来这种地方 这不是什么好地方 这很好玩 很刺激啊 不错啊 孙小姐 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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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老板 今天手去不错啊 小意思 龙老板 你输了 呦 汪先生 您这手够壮的啊 别动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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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过来 都带出去 走 一个一个走 走 玩点 走 快走 走 走 快点 走 不是 汪先生 这就是误会 不是 什么误会 走 快走 快点 走啊 我跟你们上头都很熟 什么上头 你们上头啊 那你认识我吗 带我去见你梦局怎么样 白小林 到 带下去 走 干嘛呀这是 快 前辈 方子呢 他跟老高到后面找钱走去了 我是有意的把他俩放走的 他带着更奴契吗 应该带着 有危险 快 白小林 到 清美县城 是 好 小心点 快 你们好 快 快 背上 警察走吧 不能出事 小心点 快走 好 孙小姐 请 告告 告先生 这什么地方 来来来来 老板 他来了 我说 不错 就是我 我一直都不知道您就是 你知道不知道这不重要啊 有没有 他 好 你 不理 你 好 你 超级 是吗 我刚才劝你离开毒茶 你怎么不听 武叔啊 我就是觉得好玩 是好玩 好 一会儿就不好玩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把他给我捆起来 是 拿车子 别过来 快点 快把他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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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妖子 说 你是干什么的 谁让你来的 说 一看你就是个条子 你们玩过女条子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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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练练吧 别过来 怎么着 都害怕了 别过来 上 别过来 你别紧 我先来 老板 这地方没有我什么事的 先办你的事 按住了 快 按住 按住 快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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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跟踪器 快 放开 放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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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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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子呢 拦到 站住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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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走了吗 我忘了带样东西 对了 刚才有几个电话找你 我跟他们说了 你走了 娜娜 你那个工作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怎么不干了 我钥匙呢 你的钥匙不是给我了吗 我这几天忙的都忘了 阿姨帮我开下门好吗 对了 这几天你走了 我可是按照你跟我说的 就这个门谁也没让进 娜娜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阿姨 我没事 再见 请 走 周方刚出院 你看你们就跑过来了 那他现在在队里吗 在 他可得让我们见见他 中麻他 着什么急 他这次伤得可是不轻 是吗 是啊 那住院多好 他在医院待不住 非要回来 那我能不能去见见他 你是个女同志 没什么问题 你就去吧 那我先去看看他 现在你陪刘就聊聊好吗 好的 来坐坐 董静 快进来 来来来 周方 我听说你出院了 就来看看你 怎么样 好点了吗 没事 小善而已 我们听说你受了伤住院 真为你担心 这会儿台里跟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拍不好 我们可就被炒鱿鱼了 我有什么好拍的 当然有拍的了 你这次可不能拒绝我们 别再给我们出难题了 没有 我真的没什么 你还是去拍别人 听说你伤得很重 要不要我帮你请一个医生 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 好了 董静 你千万别客气 我可没有那么娇气 董静 我们是不是换个话题 不谈工作 张苏 你那边查的怎么样 您可是个大行家 您想想吧 我一进村 敲锣打鼓大秧根 等着吧 上一次都推那俩死人身上了 这次调查的材料 又都让那个副村长给带走了 这小子也不知道是个死活 您说这怎么查这个 江队 那个碎石头找到了没有 我估计肯定是那柜子干的 江队 有些事白到底就黑了 黑到底也就白了 那个张村长 把咱那调查组往家里头领 我去过两回 那房子比我们家粮房大一点 还养投猪呢 简直就比旧社会还万恶 您说他这是不是演戏呢 人家呀 他还就真像这么回事 看多了呢 我还真觉着呀 我的感觉有点错了 也许人家就真是一个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那个大善人 我是怎么想啊 也别不过这劲儿了 可怎么查就是查不出来 听说那个股份制的那药厂 上月给村里头挣了一百多万 每一家都分了三千多块钱 那五宝户给发钱的时候 我都看见了 那真是巴达巴达掉眼泪啊 只喊大舅下 我当时还真有点糊涂了 那柜子的家人怎么样了 听说那女的也是一百事 怪的外边有灭 有两树房子 那装修 咱城里人看来都得吓一跳 听说自个男人跑了 那女人还没啥反应 老师啊 跟我们说呀 这村里的工作呢 都是租资上给安排的 我觉得这女人呢 有点神经 张所 车祸现场的照片在你那儿吧 在 赶忙给你拿过来看看 我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 总是死在莫名其妙的车祸上 而且总是在关键的时刻 甭说是您了 多少有点思维的人都觉得这事奇怪 这车祸已经不算什么巧合了 说阴谋比较合适 可是关键 他们总是走在咱们前面半步 或者说是一步 这还是当经济案子办的 如果当刑事案 还不知道早几步呢 好 行 好 你从哪儿来 你这些日子 你 我还以为你失踪了 看你瘦什么这个样 你呀 你是成田炮赌局似的 爸 我是来找你说事的 你别一张搞定刺我 我是没指望了 我把车也卖了 房子这两天也找人出手了 这回是彻底完了 你是怎么搞的 我今年是被到家了 自从被抢了那三十万以后 我像跳进煤堆里 生意赔了好几笔 药厂呢 也欠了一大笔钱 外面欠的债全要不回来 歌舞厅停业那几个月 员工集体把我给炒了 那些小姐也跑光了 说在赌桌上搏一把把 被逮进去不说 又输了个顶调 借点钱吧 那帮平时哼着哈着的老板 还没等我说借钱两个字 就躲得老远了 都是些什么东西 你说现在这帮人 怎么这么没人味 我现在这边 已经是众叛亲离了 除了一两个弟兄以外 其他的都另攀高枝了 这帮混蛋 等过些日子我缓过来了 看我不好好收拾他们一顿 别说了 活该 你看看你做那些事 这是一个女孩子做的吗 平时你这点事 我听着就够记得了 现在你是越来越出格了 你还有脸到这儿来 你简直把我背死了你 别说了吧 我是坏透了 我一直瞒着你 就是怕你跟我着急 可我现在确实是走投无路了 我但凡有一点渣 我都不会来找你了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你早搞到这种地步 我还怎么帮你 爸 你给我弄一百万吧 一百万 你让我偷窃你 带款也行 你跟建行行长说一声吧 有了一百万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你还债又拿一百万 傻瓜才还债呢 现在期货看涨 我冒把钱投他一百万 回头赚了他一大笔 又能还清债 又能周转开资金 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你还要拿一百万去搞什么期货 到那时候赔起来风险更大 把老头子也得给我赔进去 你还是老老实实凑钱还债 这个忙我帮不了了 爸 我求你了 爸 我求你了 爸 你要是再不肯帮我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 行了 别求了 我天天背着债过日子 那也没什么不好 你早该反省了 我帮你 我帮你等于是害你 你走吧 我帮不了你 爸 你怎么那么快